想著會否收息比較穩定呢? Kinda就說如果想買623或823 長擺收息的話 哪種可以比較財息兼收呢? 什麼位好呢? 這次放你想收息和財息兼收 就完全兩回事 收息基本上你買完股票 你不看過股價 然後在經濟大環境的前景仍然是穩定的情況下 每年你現在看到報價機可以收多少股息 但這個是帶來你在生活上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樓 所以簡單來說你本身很有錢的 你買這些股份是可以財務自由的 那就是你本身已經很有錢 你本身已經不用上班那麼小 但如果你借著想著買這些股票在這些市況 想著是一些入市市機上面 正如剛剛開始說不是的 因為現在市況處於什麼狀況鬥輸得少 所以你買623是會跑贏的 但是不代表這些位置買就突然跟財息兼收 很大機會出現什麼事 賺息蝕價 所以你這樣真的做一些長線投資 我覺得這些股票可以考慮 但問題不需要在這個水平上面 你趁這個市況下跌下去 洗到七七八八開始回升的時候 可能最終回來 去到都是十個半買 但我起碼不用無緣無故捱一段時間 所以你沒有需要那麼心急 不要想著我們說最怕這些市況最忌諱是什麼 是怕疾雪 怕跌了八百點之後 錯過了大位 沒所謂的 錯過了之後就大位 當整件事沒有了事的時候 就是當烏合局有個好轉跡象 有些衝勁了 你才追過頭馬去 相反這些位置就不斷地試 我相信你總有一天撥到 但問題就是 當你未撥到那段時間不斷地止蝕 譬如你突然間有一次撥到 那些東西彈成一成左右 但是之前被人撥過很多次 一成一成一成這樣跌下來 可能走範圍 每次急跌那段時間 接著去反彈止蝕 我覺得無謂 所以這些市況亂撥反彈 我覺得沒意義的 因為所有股份都是我給止蝕為你 給止蝕為你 接著就是撥反彈 彈到的 你就開心多謝我 不可以的 那段時間我就跟你說 止蝕了 這樣部署上去 我覺得這些市況上 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所以相反對 我們主張就是 盡量少做少錯 如果我聽到你的角度上 去想修飾 對的 沒有錯的 就像領戰這些 這段時間 因為香港撥下 疫情這些因素都跌得比較多 但是其實 都是有個防守性 跑贏的板塊 這些是一些對的選擇 你要記住在投資市場上面 沒有一定是賺錢 你如果只是心態上面想著 買完之後要賺藏才識兼收這些 完全是投機心態 或者你說真正一些長線上面 說起碼三五七年計 不是買完之後 下年或者說半年後 拿回來看看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本身是有這樣的情況 你也不需要看估計 現在急跌這麼多 就這樣我走過去 關機 三五七年後再回來想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些事況上面想這些部署 你要確保 整個烏鵝局勢 沒有一個明顯轉差的狀況 導致到三五七年後 整個經濟狀況都仍然有個穩定的 穩步發展